云尔很厉害 一个人在大澡盆里头扑腾 说是洗澡 不如说他是在游泳 伺候他的伙计 全身都湿淋淋的在打摆子 脸上的笑容却丝毫不退 无他 云尔给了他很多钱 能在繁华的市井里 感受到一丝安静 才是真正的高人 云尔喝一口酒 看看一眼扑腾的云尔 喝一口酒 看看正在和一个归宫一样的家伙 密谈的苍尔 再喝一口酒 看看死猪一样 飘在澡盆里的憨牛 觉得生活甜美不过如此 洗了澡 换了衣服 老廖就带着成衣铺子的人 过来给云大 云尔 腊肉 两体裁衣 至于苍尔他们 已经走得不见人影 里里外外 就只看见憨牛在忙碌 很辛苦 云尔不要别的衣服 只要求做几身轻衣春衫 云尔倒是做了好多衣服 腊肉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也给自己做了好多 猛一抬头 看见腊肉脸上的胭脂水粉 就怒不渴 洗掉去 好好的闺女家 素面朝天的多好看 要是再敢收拾成妖精的样子 你看我会不会把你的头塞进脸盆里 赶紧的 看得人心里害怕 不光云大皱眉头 云尔的鼻子也有点歪 收拾得太恶心了 跟如花一样 云尔扭过头 对云大说 腊肉很委屈地嘟囔着去洗脸 刚才崔婆子他们都说好看 怎么到了少爷这里就不高兴 总是希望自己一直是个丑丑的丫鬟 换掉了瓷器枕头 不知道宋人为什么喜欢这样硬邦邦的东西 还有一些变态的给脑袋底下塞一根木棒 就当做是枕头了 美其名曰 颈枕 这东西和头悬梁追刺骨 一样都是读书的糟粕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 过了这样一个度 就会起到反效果 迷迷糊糊地强迫自己看书的 那不是学霸 是变态 没人能在那样的情况下 可以学进去东西 更何况 大宋的学问好多就要靠博文强记的 自家软软的枕头才是睡觉的好东西 脑袋往上面一搁 顿时就人事不醒 美美地睡了一觉 跟着鸣唱的雄鸡一起起床之后 走在院子狠狠地伸几个懒腰 昨日狼藉一片的院子 经过伙计们半晚上的辛劳 又焕然一新 地上的青石板都被清水细细地擦了一遍 洗漱过后打了一段八段锦 这可是人家五沟和尚的不传之秘 据说对身体非常的有好处 不过云征对于和尚的话从来都只相信三分 要是有用 他的身子就不会变得那样吃肥 阳首上举所以至三交 左肝右肺如射雕 东西单拖所以安其疲惫 反而复顾所以礼其伤劳 大小朝天所以通五脏 眼睛补气左右挑其手 百先于尾所以屈心急 左右攀足所以至其妖 和尚的这段话 云征还是记住了 刚刚锻炼完身体 苍尔他们八个人就嘻嘻哈哈地 互相推散着走进了客栈 见到云征还有点不好意思 也不知道爱惜自己身体 云征笑着摇摇头 八个人就打着哈哈去自己房间里补教 豆沙寨恐怕是留不住这八个人喽 云征暗自哀叹一声 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子 把脑袋探进大门 看见云征看着他有些不好意思 长红了小脸说 俺娘善烹饪 祖传以大米墨浆 制成丝 服以鸡鱼肉等自制佐料 开水烫熟及时 汤鲜味美 百里名胜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只要你吃了就会叫好 小孩子似乎有些不愤 把身子挤进来 对云征说 先来一百碗 不好吃不给钱 云征的一句话就让那小子愣住了 嘴巴张得老大 然后转身就跑 边跑 边跑边嚷嚷 阿娘 阿娘 有人要一百碗 稍过片刻 一个戴着花布头巾 面目清秀的妇人 推开门 蹲里道 小儿胡言乱语 打扰公子了 还请公子莫要怪责 小妇人这就走 你儿子没说错 绵州的米粉 刘备都叫好 我来绵州 也能补品尝一下 赶紧去煮 这里的人很多 一百碗未必够 一会儿问管家要钱 云征从不开 小民的玩笑 说一百碗 就一百碗 那个妇人面带喜色 蹲身谢过之后 就挑着一个担子 走了进来 随后进来的 还有一个 推着独轮车的憨厚汉子 虎头虎脑的小子 也卖力的 帮着父亲推车子 看样子 这是一家人 云家的人 慢慢的都爬了起来 云二被腊肉 弄干净之后 也跑了过来 站在担子边上 看那个女子烫米粉 米粉确实不错 不但光亮润泽 还浓香爽口 确实算得上是一道美味 云征吃了两碗 才觉得过瘾 就是少了辣椒 确实让人遗憾 否则 红油米粉的味道 会更好 头一回来到 大宋比较大的城市 自然要看看 这里的人情风物 绵羊历史悠久 人杰地灵 古名福城 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此地富足 不但可以屯兵 更可以养兵 一旦攻占浮城 就能亏似汉中 那是真正的帝王基业 后世有钱人的标准 是开宝马 住洋房 脖子上再拴一条 比狗链子还要粗的金条 一出门 就微风八面 剑神杀神 剑鬼杀鬼 人神弊异 鸡飞狗叫 强大的金钱气场 压得让人想揍他 云征现在也差不多 八十碗米粉 给了一百碗的钱 瞅着那一家三口满足的笑容 云征就觉得 这样花钱 其实没什么坏处 棉州到成都 不足三百里地 这里或许是自己最后的放纵之地 到了成都 就需要循规蹈矩的 戴上一副柿子的文雅面具 半乌龟 强字压下 想要去看看棉衫的形状 不许自己去想 怎么才能将棉州攻克 这样一个习惯性的思维方式 古书上 不是经常有某某某 自幼就喜欢看一地的地形 长大之后 终于成了一代名将 最后被砍头的故事嘛 还是算了 唐朝的时候就有人幻想 烧掉间隔七百里 蜀中别是一栋天 这样缺得到冒烟的事情 前人都想过了 还有什么是古人没想过的 来到这里 好好的享福就是了 棉州的世子很热闹 人来人往 摩肩擦肿 云征带着云二 腊肉 憨牛 在人群里穿梭 身后跟着三个贤汉 帮着背东西 到了这里才知道 上了那个臭小子的当 谁说棉州只有米粉可吃 光是羹 就数不胜数 什么百味羹 头羹 三翠羹 还有什么还原腰子 角质腰子 整只的羊 叫做入炉羊 烤出来之后 就挂在架子上 但凡有中意的 就搁下来一块下酒 云征最中意那些半大的小子 顶在头顶的木盘子 因为上面有悬炒银杏 栗子 有些出奇的家伙 头上居然有很多的果干 最奇怪的是 还有苹果干 这就稀奇了 云征在不知不觉间 又购买了好大一包 憨牛自从得到一条烤羊腿 嘴就没有咸过 不断的撕咬 看样子吃得非常的忘我 腊肉很紧张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的人 仅仅攥着大少爷的袖口 不敢松开 云二非常霸气的 骑在云大的脖子上 不时的伸出手去抓人家的干果 蜜饯 那些卖干果的很会做人 故意停下来等云二去抓 抓到了就喝一声采 道声喜 将云二抓到的东西的来由 好好地夸了一遍 总归离不开福寿康宁一类的吉祥话 听得云大云二高兴 铜钱泼水般地洒出来 更是招来大片的恭维之声 好多商贩专门围着云家主仆不离开 身后跟着的贤汉 很快就从三个变成了五个 原因就是云大这样的雇主太少见 自己吃东西的时候 还不忘自己这些帮忙的贤汉 喝茶的时候少不了他们的一杯 就算是吃栗子 也会给他们抓一把 好不容易从两里地长的柿子转出来 前面就有酒馆名叫松鹤楼 也不等云争招呼 极有眼色的贤汉就大声地朝店里喊 掌柜的 贵客到了 一个胖胖的掌柜立刻就迎了出来 追起来的笑容让他的那张胖脸上全是褶子 路过贤汉的时候 云征看得分明 两枚童子就已经进了贤汉的袖子 手法碾输无比 人刚刚坐定 热帕子就被小丝递了过来 云征擦了脸之后 贤汉就极力地向云征推荐松鹤楼的精胶和标脚 臣说这两样东西乃是绵舟一绝不可不长 而掌柜的也是一副傲然之色 秀着手笑着听贤汉解说 虽然上酒楼吃扫子面 让云征觉得有些跌份 不过他还是想尝尝 给自己和云二要了瘦肉制作的精胶 给腊肉和憨牛以及五个贤汉 一人叫了一碗标脚 算是犒劳他们 贤汉称谢不已 掌柜的也笑逐颜开 不大功夫 饭时就送了上来 九碗饭一个伙计就端来了 巨大的碗从手上一直堆到肩膀上 看得云大担心不已 没想到这伙计居然还能将饭碗 轻盈的放在每个人的面前 最后还能变戏法一般 从肩膀上的麻布下面 拿出九碟子小菜 云征都不知道 他们是从哪里拿出来的 云二看得高兴 站在凳子上拍手 云大的手一翻 五枚童子就飞了出去 伙计恭声感谢 那五枚童子就顺势 滑进了他的脖领子 看得云大和仲贤汉 又是一阵喝彩 还别说 这扫子面做得真不错 鼠中很少有面食 想不到这里还有地道的观装风味 云征吃了一口 喝了一声彩 就朝贤汉们挑了挑大拇指 云征勉强吃完了一碗 倒是云二人小吃不完 还剩下好多 转头看到一个企儿 趴在门口看 云二就把自己剩下的大半碗饭 送给了那个小乞丐 原以为掌柜的会赶走小乞丐 想不到掌柜的只是笑淫淫的看 伙计还额外的给小乞丐 添了一勺子汤 这立刻就让云征 对这座松鹤楼充满了好感 就冲着这份仁意 五十文的赏钱是少不了的 耳边听着贤汉解说着 绵州的好去处 李渡辞 蒋婉 西蜀紫云亭 罗浮山 白水湖 都是极好的去处 心里痒痒 却不得不离开绵州 眼看着心一花开 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 再逗留此地了 春日诗会 自己到底是要去参加的 五个贤汉一人赏赐了五十文 云征就回到房间里 准备休息一会儿之后 就继续读书 林阵摩枪 不快也光啊 老廖在整肃仆人 男人不多 大部分都是女人 厨娘 洗衣 内饰 洒嫂 衣香 瓷器 香烛 都一一分派的明白 腊肉是内宅的管事 对这一点 腊肉很是得意 却对老廖分派给云二的丫鬟不满意 认为自己照顾云二就够了 还对云大的丫鬟也不满意 认为自己一个人能照顾得过来 明白腊肉的小心思 老廖也就一笑了之 随他安排 免州府补牙派人送来了三百关钱 还极力邀请城凤郎顺便把棉山上的老虎杀干净 最近那里总有侨夫被老虎叼走 赏格可是两百关 大价钱 官府就是这样 一个人只要好使 就会往死里用 可惜云征没时间帮着他们打老虎 因为苍尔说了 一只老虎不怕 要是两只老虎以上 就非常的麻烦 会死人的 所以云征想都不想的就拒绝了 第二天清晨就带着车队离开 对于云征的豪爽 免州的贤汉们可是怀念了很久 免州是群山里难得的平原 出了免州 只要再过一座小山 就是大名鼎鼎的成都平原 这里才是鼠中的精华地带 刘备就是靠着这里的卧野 三分天下的 道路逐渐变得好走起来 人流也很多 这一路再也没有遇到盗贼 这让苍尔他们比较郁闷 这里的山不高 全是丘陵起伏不平的 一望无际的田野里 已经有人在耕作 长脚的水牛 闷闷叫着 在波光烈焰的水田里耕作 白云倒映在水田里 也分不清到底是在耕地 还是在离天 燕子从众人的头顶掠过 云征这才惊觉 成都府的杏花已经开败了 自己无缘得见春日青山薄的风流才子 也不曾得见红袖飘香的蜀中美人 暗自一笑 自己到成都就是来做乌龟的 为何心里还有这种不愤 要不得呀 没有人能够什么都拥有 有这如画的春天和舒畅的胸怀 自己还奢求什么呢 回头看看云二 这家伙把脑袋伸出车窗 出神的看着外面 似乎也非常的迷醉 一匹快马从远处奔行而来 憨牛凝视片刻就跳上自己的战马 欢呼着就向来人奔行了过去 走近了 撇开马缰绳 伸开双臂就想拥抱猴子 猴子敏捷地从马上跳下来 抓着憨牛的手又叫又跳 憨牛从马上爬下来 紧紧地抱着猴子的腰轮圈子 腊肉看得眼泪都下来了 花娘说 你们在杏花开的时候就会来 我天天都在看杏花 开第一朵的时候你们没来 开第二朵的时候你们还是没来 杏花开满树的时候你们还是没来 少爷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还打算再过十天 你们要是再不来 我就起码回去 云征皱着眉头说 给女人打了两天下手 怎么也变成娘们了 你看看憨牛他就没哭 以后回家 不许再跟着那个鬼女人 好好的汉子被他教成什么了 猴子尴尬地擦擦眼泪 欢叫着和腊肉云二 苍尔他们打招呼 见后面还有好多人不认识 就把头转向憨牛 憨牛说 那个瘸腿的是老廖 以后是咱们的管家 后面的都是苍尔叔他们从墙盗窝里救出来的人 以后就跟着少爷混饭吃 都是咱家人 猴子冲着老廖给了一个大大的笑脸 然后就骑上马在前面带路 只要走过这片田野 前面就是成都的西门 自己家就在西门附近的幻花溪边上 现在流花河上落英缤纷 最是好看 这就好 把家安在城郭 要比安置在内城好 内城有时候会有宵禁 但是城郭就没有这个讲究了 三里之城 七里之郭 庞大的成都府城的城郭 远比内城庞大 只可惜城郭历经战乱 早就损毁不堪 已经不再具有防卫功能了 马车在落花里奔行 云大 云二 腊肉 憨牛 都非常希望早一点看见自己在成都府的家 云征进了幻花溪 这才发现这里确实是一个好地方 鸟鸣啾啾 二月底的幻花溪最是美丽不过 河岸两边的花树上的花瓣被微风轻轻的一摇就飘落满河 河里还有一些小鱼 不停地碰出落花 想要看看到底能不能吃 云家的大门很气派 黑色的大门上定了铜钉 就是数量少的可怜 一扇大门上只有三颗 没有后世紫禁城大门上的数量多 门口蹲着的两座石狮子也看得让人来气 这分明就是两只狮子狗 倒是大门上的云腹两个字非常的大气 听猴子说了才知道 这两个字出自彭黎先生之手 老人家才从豆沙关回来 路途不好走 听说大病了一场 才见起色 云征默然 这个时代走一趟远亲看一次固有 其实就是在拿生命做赌注 老不入川这句老话 就是在说这个事情 只有重情重义的人 才会跋山涉水的去看老友 进了门发现花娘不在 院子里插手恭候着六七个丫鬟仆役 其中一个老仓头上前见礼道 云相公总算是来了 老奴奉我家主人之命 在此看守门户 如今期满 还请主人家查验 多谢梁先生 老院宫回府之后 还请带去云家的感激和问候 这里有一点小小的礼物 还请老院宫笑纳 老廖笑隐隐地从后面走出来 把一袋子铜钱放在老院宫的身边 又把一枚银盘悄无声息地 推到老院宫的袖子里 两人相视一眼笑了笑 非常满意的老院宫 拜谢了云征的赏赐之后 就带着梁家的人回去了 三进的院子 要安排七八十个人住宿 云征还是觉得有些窄小 拿自己的忧虑 讲给老廖听了之后 他就咽了一口口水 对云征说 少爷 咱家有三进的院子 最前面住的是南途和护院 中间是您住宿和会客的地方 后面是二少爷和腊肉他们住的地方 大大小小四十六间屋子 咱们总共只有七十六个人 怎么就住不下 丫鬟们可是住大通铺的 一间屋子住七八个 三间屋子就够他们住的了 云征被老廖说了个大红脸 算了 不知道的事情 还是让专门的人才去做吧 自己就不丢这个人了 腊肉带着一群女人 进进出出的从罗车上搬些东西 云征见他站在屋檐底下 大声的指挥 一脸认真的样子 觉得好笑 为了不打扰腊肉的心情 他打算先把自己家弄清楚再说 直到现在才弄清楚 三进的院子 就是有三道门的大宅子 每过一道门 就会有一个院子 而院子和院子之间 还有老大的空档 可以装饰些山石 水屑一类的东西 云家的这间宅子 上一任主人是商人 他把空地当货站来使用 所以很多山石水屑都被破坏了 这些要慢慢修好 猴子追上来 把地气和房气拿给云征收藏 云征不耐烦收拾这东西 大声的喊过腊肉 直接交给了他 腊肉很会藏东西 上一回把家里的银子藏起来 云征都找不到 交给腊肉最放心了 花娘早早就搬出去住了 据说她已经有了一家自己的小楼 名字起得很怪 叫做灵溪楼 估计是取自唐人师父中 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意 看样子 这个鬼女人 下定心思要贩卖暧昧了 这绝对是一个大卖点 以她的玲珑心肝 绝对可以把那些傻子 哄得团团转 正在热热闹闹的收拾家的时候 大门口却传了一阵爆竹的声响 确实是爆竹 就是把竹子放进火里面烧 然后听那些比放屁声 大不了多少的琵琶声 自己来到成都 现在就认识五个人 一个是白天在道观里挂单 晚上偷窥老宝子花娘的猥琐道士 另一个自然就是花娘了 梁先生还在斗沙关 再有的就是鲁清源和彭黎先生 后两位不可能这么早就过来道戏 这有失颜面 至于花娘和道士 云征不认为这两位有这个闲心 走到大门口一看 呼啊 真的很热闹 外面围了好大一群歪瓜裂枣的大汉 这才刚开春 寒风撂翘的就光着膀子 露出两条花花绿绿的胳膊 宋人喜好刺青 这些家伙就是传说中的花胳膊 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做泼皮 一个肥大的汉子凝笑着从火盆里拎出一块烙铁 想都不想就把烙铁放在自己的大肚皮上烙 一时间烙铁烤肉的焦臭味弥漫了开来 就连憨牛这样习惯性挨揍的家伙 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苍尔几个人的脸色也变得有些发白 这就算是遇到狠人了 那个胖大的大汉冲着刚刚走出来的云针大喊 大官人哪 赏几个钱吧 保证大官人步步高升 裁员广进 老廖想都不想就往场子里扔了一把铜钱 想要把这些无赖 快快的打发走 没想到 那个大汉黑黑笑着继续说 打发乞丐呢 咱爷们这场戏就这么不值钱啊 我看大官人家里富裕 没有三十贯钱 哪能看到我兄弟的戏法 云针笑开了 给苍尔使了个眼色 苍尔和另外一个猎户猛的上前就按住了那个大汉 一个花胳膊刚要上前 云针的咽翅弩就扣动了 一只短弩就插在这家伙的大腿上 那花胳膊立刻就像带宰的猪一样嚎叫起来 别的花胳膊带着惊戎看着笑吟吟的云针 不知道是进好还是退好 云针从地上捡起那块烙铁 重新放到火盆里 又从那个嚎叫的花胳膊的腿上 拔下那只奴剑 至于花胳膊的腿上鲜血飙的老高 他是不管的 用鞋底子弄掉勾在剑簇上的一条子肉 这才对那个胖大的汉子说 表演得不错啊 云针不是舍不得那点钱 主要是你表演得不够好 管家给你一把钱 你拿着钱就该滚蛋 现在想走都走不掉了 你需要继续表演 直到大观人我满意为止 看见没有 这块银厅至少有五两 只要你表演得好了 就是你的 云针拿银厅在胖子的脸上拍了拍 就放在他的面前 胖子咬咬牙道 好 只要大观人高兴 小的接了 重新给大观人演过就是 云针摇摇头 从火盆里把烙铁又拿了出来 朝上面吐了一口口水 口水立刻就化作青烟 胖子的脸上青红不定 忽然说 我看大观人家还有幼童 模样俊秀 千万莫要走失了 被人家买去了做鸾桶 原本抱着镇住这些泼皮 就算了的心思的云针 面色大变 烙铁没有放回去 而是立刻狠狠地处在胖子的大腿上 一只手按着烙铁 另一只手抬起咽翅弩 就将一个红着眼睛冲上来的花胳膊 射翻在地 周围看热闹的人 立刻就一哄而散 他们没想到 这位新道的主人家会这样狠 胖大的汉子 嘴里被苍耳塞了一块破布 喊叫不出来 整个身子就像上岸的鱼一样 死命地跳跳 两只眼睛已经是白眼人多 黑眼人少 烙铁已经陷进肉里了 云针还是没有拿开的打算 这样烙下去 这家伙的这条腿就算是废掉了 整条大筋就会被烫得收缩起来 今后就算是想爬都成问题 松开了烙铁 胖子跟楼一声就昏了过去 云针又把烙铁放进火盆里 继继继继续烧 现在已经不太烫了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把这个家伙彻底的废掉 既然敢说拐卖云二的话 就说明以前这样的事情没少做 不管是前世还是现在 云针遇到这样的家伙 都没打算放过 肚皮上粘了一块猪皮 就来骗自己 真是瞎了狗眼 一盆水把这个家伙颇醒 一睁眼就看到云针走过来 胖子就像见了鬼一样的 惨叫着往后退 云针踩住这家伙的脚踝 正准备将烧红的烙铁放下去 就听一声断贺 住手 一般说这话的 要么是道德人士家道 要么是这家伙的头领来了 不管是这两种人中的哪一个 云针都没有停下来的打算 于是这个胖子再一次惨叫起来 这一回嘴上没有破步 嚎叫声直辱云霄 云针确认这家伙 今后只能趴着走路之后 才扔掉手里的烙铁 回头看这位 要自己助手的人是谁 只是看了一眼 云针就想喝彩 好一条汉子 上身穿着一条露胳膊的短褂子 下身一条灯笼裤 脚下一双薄底快靴 浓眉大眼 头上挽着一个急 肩宽腿长 一身的皮肉油光水滑 只是脸上的表情悲愤至极 双臂张开似乎要扑过来 云针很确定 如果不是因为燕赤奴对着他 他真的会扑过来 胖子两只手托着肥大的身子 慢慢地爬到那个汉子的脚下 虚弱地叫喊 浩哥 帮恩我 你是他的首领 叫做浩哥 云针饶有趣味地看着这个豹子一样的大汉 你好毒的手 以后你会见到更狠的 好汉子吃江湖饭我不反对 刀头舔血而已 杀人越货不过是寻常事 我只是比较奇怪 你这样一条好汉子的手底下 怎么会有将幼童贩卖去做蓝童的杂种 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 你们所有的人都休想全身而退 我兄弟犯下过错 即使该管教也是我出手 你动了他就不成 今天的事情你不给我一个交代 你云家将永无宁日 浩哥对云针的厌斥弩并不畏惧 反而往前走了一步 他嘴里的话 引得周围的闲汉和花胳膊大声地叫好 这么说你兄弟犯的案子也只需要找你就成 是也不是 云针没动手笑着问浩哥 都是没遮拦的好汉子 平日里总归会有些不妥 爷爷替兄弟担了又如何 浩哥说得大义敏然 好一个坐地分赃的大盗 本官从豆沙县一路南下 浩哥之名当真是如雷贯耳 不但袁山的强盗对浩哥仗义书才钦佩不已 就连龙门镇这样的小地方的盗贼 都对浩哥敬仰之极 一条没遮拦的好汉 本就该名扬天下才是 云针慢慢地收回燕赤弩 退回到台阶上 免得引起浩哥的反噬 浩哥有些迷惑 自己的名字真的能够传扬这么远 圆山那是什么地方 龙门镇听都没有听说过 不过当他听到那些花胳膊们 滔滔不绝的奉承之声 还是比较愉快 江湖上的汉子 哪个不愿意自己的名声远标千里 更何况这还是出自一个官员之口 现在说好话已经晚了 你废了牛耳 想要扶个软就轻轻地接过 这可不行 浩哥的名声你也不是第一次听说了 不拿出真金白银 想要消弥灾祸 那是做梦 一个花胳膊凝笑着往云征身前逼了过来 见云征连连后退 明显是胆气了 这个时候再不知道敲诈这只肥羊 这些年的街面就白混了 刘大巴临死都要托人带话 感激浩哥的人意 说他当年过成都 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忙 早就被黑脚狗擒住了 这样的一群好汉 云某佩服 佩服 既然是浩哥当面 云某认栽 需要多少金银 请给个下数 憨牛和猴子奇怪至极 自己在原山长大 从没有听人说起过什么浩哥 刘大巴会和浩哥有牵连 这倒是不知道 不过云大很聪明 知道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也很平常 云大笑眯眯地看着浩哥 和这一群花胳膊 又抬眼瞅了一眼 原本抱着胳膊 看热闹的混账捕快 不过自从听说 刘大巴的名字之后 这些捕快们 开始蠢蠢欲动了 说别的盗贼 捕快们只会复之一笑 浩哥这些年 并不少了大家的孝敬 如今听到刘大巴的名字 每个捕快的眼睛里就冒光 通判大人精官都不做 之所以来到成都当通判 不就是为了杀父仇人 刘大巴吗 前段时间 大人从豆沙关带回来了 刘大巴的人头 据说在家里用人头 祭典了三天 最后才错骨扬灰 扔进茅厕 为此成都的捕快们 都被官人骂成狗屎了 说他们施卫其上 整天浪费国堂 勤贼这种事还比不上豆沙县的香农 现在知道了 大家伙之所以没有发现刘大巴的影子 原来有浩哥这个低头蛇在帮忙 捕快们只要想想当初被通判 限期破案没有结果 被按在公堂上打板子的事情 就对浩哥恨之入骨 今天总算是水落石出了 拿下浩哥 大伙就有大功一见 浩哥的神情阴晴不定 他总能从云睁的神色里 发现一丝机巧 这里面一定有不对头的地方 等到他想起刘大巴是谁的时候 吼叫一声就要辩驳 一条拴着活扣的细铁链子 就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不等他用手去撑 铁链子就死命地拽着他往后退 脸环扣在喉结上 让他的眼前一阵阵地发黑 捕快们对铁链锁人 非常的有经验 一个人拖着铁链子往后跑 一个横身挡在浩哥的身前 死命地抱着浩哥的两只胳膊 不要他解开锁链 浩哥大叫一声 双臂一阵抱着他的捕快 就被他掀了一个跟头 拳打脚踢之下 居然疯一声祸祸 三五个捕快进不得身前 眼看着捕快在抓捕浩哥 那些花胳膊居然转身就逃 顷刻间不见了人影 就连趴在地上的牛二 眼见捕快忙着抓捕浩哥 也一轱落翻进了道路旁边的阴沟 猴子探头看过去 发现这家伙居然爬得不慢 三扭两扭的就顺着污水口 爬得不见人影 想要去抓 又嫌弃乌水沟太臭 捏着鼻子又回来了 和云大一起坐在门槛上看热闹 浩哥确实了得 一拳就打晕了一个捕快 又一抬腿 另外一个捕快满嘴里牙就飞了出去 飞出去老远的一截子 才死狗一样的趴着不动他了 少爷 您这么做会不会引来报复 老廖忧心忡忡的对云大说 刚才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没人来报复 你从中间看出来点什么了吗 云大扭头问老廖 老廖的见识不差 差的就是对人心的把握 恕奴婢愚钝 老廖啊 以后不要再说奴婢这两个字 我家没奴婢 进了这个家都是一家人 你看浩哥的结果如何 困兽犹斗 逃不掉他 云正黑黑一笑道 嘿嘿 如果在刚才 如果有人肯帮浩哥一把 哪怕是一个人 你说浩哥会不会走掉 老廖很肯定的说 即使是现在 如果有人肯帮浩哥一把 他依然走着掉 你看见有这样的人了吗 云正直直空荡荡的街道 问老廖 没有 着十一个都没有啊 那你还指望 这些人会来替浩哥复仇 老廖失落的摇摇头 冲着云正拱拱手 就进了院子 心情似乎一点都不好 云正瞅着老廖落寞的背影 笑了一下 迟早有一天 老廖会向自己解说 为什么会一个人带着漂亮老婆 走满是强盗的山路的 他对此非常的有信心 浩哥的拳风霍霍 七八个捕快走马灯一般的围着他转 猛然间有一个捕快发一声喊 手里的水火棍重重的敲在浩哥的孤拐上 浩哥的身子一侧差点摔倒 而另外一只水火棍又敲在他的另一面孤拐上 浩哥艰难的吼了一声 终于倒在了地上 七八个捕快就猛的扑了上去 人山一样的将他压得不能动态 拉着锁链的那个捕快终于找了机会 一脚踏在浩哥的腮帮子上 死命的将锁链卡紧 只留下一丝丝的空间让浩哥喘气 这会儿干得非常熟练 等浩哥全身都被铁链子缠满之后 捕快们这才松了口气 放开粽子一样的浩哥 一个个躺在地上回气 猴子和憨牛端来米酒 请他们每人饮上一盏 猴子小声的在为首的捕快耳的边上说 我家郎君和鲁通畔有大圆圆 素来以师生相成 今日能捉到这个大贼 大家伙辛苦了 猴子说完话 就把刚才扔地上的那块银厅 趁着帮捕快头目整理衣衫的功夫 塞了进去 不快只觉得胸口一沉 立刻就眉开眼笑道 请你家郎君放心 今日算得上人赃俱获 他们当街承认啊 街坊们听到的也不少 大家伙的功劳都在他身上 容不得他狡辩 云正走到躺在地上 嘶嘶喘气的浩哥面前说 刘大巴杀了我坐师鲁通畔父母 我坐师千里迢迢来到成都 如果不能抓到凶手 他老人家就没脸回京做官 刘大巴死了 却没有被名正典型 想来我坐师心中一定有遗憾 所以只好拿你顶数 他老人家的心里也能通达了 可以高高兴兴 很有颜面的回京做官 这样一来 我就不用给坐师送礼了 要不然会耗费很多银钱的 浩哥张着嘴极力的想要分辨 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云正接着说 我知道你不认识刘大巴 可是你的那些手下不一定不认识 反正你也说了 你兄弟犯的案子算在你头上就是了 现在你还愤怒个什么劲 莫非你说话不算数 我可听说江湖上的汉子一挪千金 为了兄弟可以两肋插刀 脑袋掉了碗大个巴 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世上冤死的人多了 不少你一个 更何况你还不算是冤枉 你是一个大泼皮 平日里总会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才能将你养得这样油光水滑 慢慢的等着秋后处决吧 还能活大半年 算是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 小派 打赏了 好 走 不用 红烦